主厨特餐 主厨特餐 我是庆林 昨天我们的节目聊了 在网络上面政治人物 现在在一些社群啊 网络上面 到底应该怎么样了解 不同平台的特色 来做自我的推销或行销 好我们今天还是在现场 为您连线的是 只要有人社群顾问公司的 执行长陈思杰 哈喽思杰 哈喽主持人好 是 昨天思杰其实有谈到说 有些候选人会在一些 不管是脸书 或者是IG平台上面 犯一些错误哦 好错误的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 有没有机会保证回来 你观察到有哪些错误 很心急嘞 我觉得几个点 就是如果讲比较浅诚的话 就是平台的特性 没有运用的很好 比方说就IG来讲 IG它有一个 比较特定的贴文的版型 就是图片基本上都是以方形台阶为主嘛 但是我可以看到有一些部分的候选人 其实他是把 应该是把Facebook素材直接贴到IG 不能吗 其实有一个问题 因为Facebook其实对于素材的限制 就是规格限制没有那么大 所以各种不同尺寸的图片 它都可以做比较完整的呈现 可是你贴到IG上 你就会发现 比方说我贴一个长方形的图片 它就被切掉 它基本上你点开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图 但是它在图片上 它其实是比方说人被切掉 或者是关键的距离是被切掉 那其实看起来就会不会很好看 那IG的人又特别的重视美感 所以你知道看到这种 人被切掉 或者标题被切掉 你其实就不会想要看下去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一个基本作物 我觉得 我们家有这个青春期的少女 那个IG就是他们 常常使用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他们会去调版色 然后呢 每次一进IG 一定就是要去看那个现实动态 现实动态其实上一节有讲到说 它其实因为你在现实动态上面留言 它只能有点私讯的方式 脸书现实动态 就好像没有办法像IG那样子 获得这么高的一个重视 我觉得这就是使用适合习惯的养成 就是Facebook其实 如果你有在观察 其实在近期推这个Facebook上的现实动态 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 包括怎么样用更明显的版位去呈现 说有人真的能用Facebook现实动态 但真的就是我觉得 因为IG养成这个现实动态的习惯 其实也花了一阵子 所以我觉得 一来就是大家还不习惯Facebook这个东西 二来大家就觉得说 我如果真的想要看现实动态的话 我就已经可以在IG上面看了 因为其实大家不大会 只在Facebook上面发现实动态 多半都是我联动 我的IG跟Facebook账号 我在IG上面发了之后 他Facebook同步帮我发 对 那大家其实已经习惯在IG上面 看完这些人的现实动态 所以其实不大会有这个 习惯觉得说 我还要再去Facebook上面看一次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然后另外一个点是 IG上面内容 大体上就是贴文跟现实动态 这两种形式 可是Facebook上面的资讯上本来就已经太大 所以再多看这样的一个榜位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有点难 去考虑到这边还可以再看一样 就分心了啦 如果我今天是个政治人物 我经营脸书或者是IG的话 我应该自己跳下来回文当小编 还是说我应该要请一个厉害的小编 这个是也蛮有趣的 就算我们看 真的很大咖的政治人物 基本上也都是小编带回 对 那这个有一个点就在于 当然我们身为使用者 我其实会期待说 我是跟真人在对话 但真人都很容易会犯错 然后政治是容错率最低的一个产业 就如果我今天跳下来 我说了什么事情 但是里面有漏洞 或者是得罪了某一部分的族群的时候 政治人物本身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切割 但如果是小编的话 他好歹也想说 他真是小编 那个犯了错误 请大家原谅他之类的 等于说就不是直接站到第一线这样子 对 因为当然最好的状况是 政治人物自己有办法 有那么多的时间 然后去做这么精准 然后不会犯任何错误的回复 这当然是最最最完美的状况 但这不是现实嘛 一来就政治人物 就不大可能去回应这么这么大量的留言 他的留言量真的很有可能是比往后还要再更多的 而且下面的激烈的程度其实是原胜于其他产业 但他又是一个最根本犯错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用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去做处理 当然是比较保险 比较不会犯错的一个做法 是 你有知道哪一位政治人物会自己回这些留言吗 那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 柯文哲当时在世大运 他说那个回应王八蛋这件事情 他自己说他是自己回的啦 但当然不确定是他不想要让下面的人扛着 还是他真的就自己回的 就都有可能 但是至少他是官方说法是说他自己回的嘛 其他的比方说 姚文哲或者是 第一种说他们应该回的时候都有直接写说 就是小编回的 对要注明一下 不过像姚文哲之前他有一篇文章写太好了 文情并茂 大家还说这真的是他自己写的嘛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网络上面的一些 你说大家都是放大镜 他容错率非常低 包括你的对手啊等等 大家全部都放大镜在看 所以在网络上面真的是也是要非常的谨慎 我知道思杰你在这网络上面你有你的音频 声音的节目叫做杰哥不要 有一集的时候你特别谈到了六都的市长候选人的一些IG大战 帮我们聊一聊你的观察好不好 谁很厉害或谁要加油 我在那一个内容里面聊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在于 你必须要很明确的社群的定位 跟你要呈现的人格的形象 你才有办法做好一个社群的经营 并不是说你运用了比方说IG所有的技术 或者是把图弄美美的就表示你IG做得很好 当然我可能会说你操作面可能做得不错 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比方说经营的比较成功 像是柯文哲或者是比方说侯友怡 他们为什么会成功 我觉得其实是从整个品牌端 他们知道自己要呈现什么样的形象给他的受众们 当然可能我们可能有些人支持他们 有些人不支持他们 但从行销的角度去看的话会觉得 比方说这几个人他们在品牌定位上是很明确的 比方说柯文哲他就是从医生的形象去做延伸 去讲他理性跟比较务实 然后比较专注在把事情做好这一面 所以他连带的影响到他的IG 呈现出来的东西也都是 比方说他今天去做哪一个市政的事情 他跟网红合作也都是在讲说 他的真实的面貌是什么 他怎么样去处理他一天的工作 活友怡的话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低层的品厂出身 所以他去强调他的亲民的一个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主诉求是什么是后友谊 就是从他的名字去延伸出来的 简单的就是跟人民建立深厚的友谊 所以他的IG所有的照片都是他跟蔡志腾的太太握手 然后去幼稚园跟小朋友抱抱 这些比较贴近人民的贴近一般民众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反倒是他每次竞争这么激烈的状况下 反而原本的姚文志的形象在整个品牌定位就没有那么的明确 所以就算支持他的人或者是不支持他的人 其实都很难说出他想要呈现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形象 是创新吗还是是清新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之前我觉得他没有那么的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跟定位 所以他在社群上其实经营起来就会比较吃力 就是你在社群上的形象要很一致 让大家很清楚知道你在卖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招牌 那个品牌的核心要先出来 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没什么内涵 或者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品的一个候选人 我们有可能透过一些网络或社群的操作 把它包装得很漂亮吗 你觉得是扭转的来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 我觉得产品本身还是最重要 当然就是产品如果是80分 你可能可以卖到90分 90分你可以透过社群的加分卖到100分 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59分的东西 你怎么样卖的不大可能卖到80分 所以我觉得社群是一个放大的效应 你的缺点会不会放得更大 你的优点会不会放得更大 今天并不是说你今天准备好 我猜猜猜我要呈现什么样的形象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丢出来 大家就会相信 大家会马上找出说 那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对 而且网络都好厉害 你现在讲到没有关系 对对对 你自相矛盾你自己打脸 网络现在的速度太慢的快 这是我讲的社群最有趣 但也最危险 但却是最美妙的地方 就是双向性 今天不是只有你能够讲话了 你的支持者也可以讲话 你的反对者也可以讲话 而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 才会形成一个 你的社群做得好不好的 这一个答案 你的社群做得好不好 并不是指你自己的团队 操作出来的东西 好还是不好而已 还有就是你所有呈现出来的东西 跟大家接不接受 跟大家怎么样在社群上面讨论你 这个才是形成了 到底你在社群上做得好不好 这件事情 是 而且大家怎么讨论你 有时候不是你预想到的 他可能是擦枪走火的 对啊 基本上你很难带风上 你可能可以去想 但是可能最后事情 不如你所讲的方向去发展 就是了 我从一个选民跟受众的角度来说 因为我们常常 比如说在IG或者在脸书上面 我们做的追踪啊订阅 常常我看到或者我的朋友群 我们收到的讯息可能就是同温层 传达出来的政治人物给我们的消息或讯息 你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一些选民 我们怎么样来跳脱同温层 有没有这个机会 或者是我们怎么去选择跟判断 哇 这个蛮有意思的 讲我的话 就是我自己会刻意去追踪一些立场不一样的人 为了要看到不一样的想法在里面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 确实社群的演算法 这件事情造成了资讯接受很大的 跟过去很大不一样的一个差别 就是我们今天从朋友这边得到的资讯 远比从媒体这边得到的资讯来得更快跟更多 所以我很容易比方说 我喜欢柯文哲或我喜欢姚文哲 当我越来越追踪他们这些内容之后 我所有的看到的内容就变得清一色 都是站在他们这边立场的内容 所以这是有可能 所以其实社群有种某种程度上 让支持者跟反对者都变得更极端 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在发生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突破点是在于 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追踪的社群 在很多比方说我也看TTT 我也看YouTube 我也看IG 他们会有一些比方说短期内人气很高的贴文 你其实还是会看到 就算他完全不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而这些内容的讨论其实都是可能网友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整理 或者很精彩的大脸文 让你有机会可以去看到不一样的声音 我觉得这也是过去不会出现的东西 所以说其实大家一个自己主动去追踪一些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也许跟你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声音 再去做判断嘛 这个其实我觉得讲这个有点太崇高 但我自己是很认真相信这件事情 今天社群是为了让资讯变得更流通 更透明 然后身为一个有自觉的使用者 你应该要真的去吸收各方面的资讯 然后做出属于你的判断 所以不要只是表着看了朋友 或者从文权里面的资讯 你就觉得说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真理 然后我就应该要完全的相信这件事情 这个人就是不会犯任何的错误 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事情 是像我自己媒体人 我也是会追踪各式各样的 不同的颜色的候选人 你听听看不同的声音 甚至电视节目有不同的立场观点 你才知道说你自己的 是不是有少到什么地方没有去注意到了 好 我们这两集节目 其实是从网络社群上面 我们来看看 在现在政治人物 包括我们在行销网络上面 其实都可以有一些思考 节目内容 待会你还可以回到 中广新闻主播张庆林 我的粉丝专页上面 我们再回来收听跟分享 今天非常谢谢 只要有人社群顾问公司的执行长 陈思杰 谢谢思杰帮我们做的说明 谢谢你 谢谢 谢谢